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里面有一套云鹰的出装 很牛逼 它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一段强化捕头攻击 就是那个风火轮可以秒掉鲁瓣7号 当时我一看我都懵逼了 所以这套出装我不分享给你们 我内心里面就过意不去 所以这期视频它就来了 具体的出装就是这套 接下来就直接开始表演一下 下面嘛我就直接来到了中路 此时的我还在努力的奋斗着升着四级 升到四级以后啊 对面的打野也来了 并且开始攻击我方的人员 我在旁边开着二技能 一个技能就扎入了地方的阵营 同时耍出我的风火轮 耍完了以后 我再来个一技能把它们击飞 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然后大招 此时二段大招也放了 然后捅三枪 先侧把我弄飞 我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一技能把它拿下 这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一个二连击破 前期马我们风火轮的伤害不是很高 达不到能秒人的程度那很正常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到后面伤害会不会越来越高 比赛一下子就来到了六分钟 我发动二技能 拖着枪尾 直接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看见了选策在打野 一个二技能上去 耍出我的风火轮 一技能击飞 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然后大招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连续三个风火轮 终于把它解决 后面 花木兰来了 我们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一技能击飞 然后再次耍出我的风火轮 二技能再来一个风火轮 同样是三个风火轮 又把它解决 这波我们二连击破 中路还有一只残血的西施 他没走 我眼看着他没走 那么我的机会又来了 此时我们存枪翼 存到参阁 突然来了一个燎原百战 成功的又把它收下 天下无双 此时的我们 无论是打脆皮还是打战士 都需要三个风火轮 显然是有些慢的 离那个一个风火轮秒人 显然是有些远的 不过看他前期的出装 是以肉为主 以攻击力为辅 一技能风火轮 打不住伤害 那是很正常的 我们接下来往后看 看他末世和电枪出了以后 这个伤害会不会有所改观 比赛来到了9分钟 我已经13级 此时我又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一个二技能打到悬侧的身上 风火轮 一技能风火轮 此时我们拿下他 只需要一个半的风火轮 显然伤害是比前期高多了 这就让我看到了一个风火轮 秒对面脆皮的希望了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上路 此时对面的上路有三个人 我们的二技能对着牛魔 然后风火轮 这伤害就像刮沙 我们放弃牛魔 大招阻住两个脆皮 然后风火轮 牛魔想跑 我们二技能跟上 先把牛魔收掉 同时退后击飞后翼 风火轮二连击破 最后我们二技能继续跑 追上西施 反过来风火轮 这颗人头被杨简抢到 这波看上去打牛魔这种坦克 伤害显得很低 要是没有杨简 我们很难拿下他们三个 所以我们仍需努力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12分钟 我已经15级 此时的我已经神装 上路团战 一个二技能入场 风火轮打到牛魔 同时把他拿下 后面的后翼也撞在了我的枪口上 虽然打牛魔的伤害还是这么低 但是打后翼的伤害 大家也看见了 爱一下 一丝丝血的后翼就没了 不过这还是证明不了 我们的无敌风火轮 能秒掉对面的脆皮 那么接下来 我们直接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一技能打中悬侧 然后风火轮 二技能风火轮 后面吸尸 一技能击飞 然后风火轮 他想跑 我们先发动大招 再来个风火轮 后面的杨简 我们二技能跟上 然后风火轮 一技能再次挑飞 这波我们来了一个三连决胜 输出那是相当的高 这波就证明了 即使我们的无敌风火轮 秒不了人 那也差不了多远了 后面我们就在我方的野区 碰见了对面的人员 二技能吸尸 一技能击飞 无敌风火轮 把他拿下 后一过来 我们准备二技能 然后无敌风火轮 直接开启大招 回来无敌风火轮 接着我们继续发动二技能 追人 花木兰还在晃悠 我们开启血手 无敌风火轮 在他们三个中央游走 后面的悬侧躺枪 这是牛魔 又被我们的无敌风火轮拿下 五连爵士兄弟们我证明不了 我们的无敌风火轮能秒人 但是这个玩法说实在的挺强的 无敌风火轮虽然不能秒人 但是很强 伤害很高 建议大家还是玩一玩 试一试 好了明文和出装仅供参考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